大家好,最近在Facebook發出最多的一張照片 莫過於這包KIT KAT的布甸朱古力 我看到很多朋友發出做得挺漂亮 又說很好吃 所以我決定買一包來嘗試玩一下 到底他用他的方法是否真的可以做到圖片所說的那麼漂亮呢 我們現在嘗試看看是怎樣的樣子 這個就是他後面的日文說明 不知道大家看到嗎? 他也說明是焗2至2分半就完成了 好,拆給大家看看裡面是怎樣的樣子 好,裡面一大包裡面有這麼小的包 裡面總共有13包 好,我們現在嘗試看看能否成功 首先就在焗盤上鋪上石子 之後就可以放朱古力上去 記得每件朱古力都要保持一定的距離 這次我就試四件朱古力給大家看看 根據網上資料顯示 是不需要預熱焗爐的 所以放好朱古力就可以直接拿去焗 正常就是用250度焗2分鐘至2分半就完成了 但我最終都是用一個不正常的時間才可以完成 想知道為什麼的話 待會就為大家解開這個謎底吧 好,很快就完成了這個測試了 測試結果出來其實相當之好的 我覺得這個朱古力真的很厲害 也很神奇 在試吃之前 我真的要分享一個小提示給大家 也希望大家可以做到成功了 因為我剛剛拿去焗的時候 才知道我的焗爐沒有250度 我最高的溫度是去到240度 所以我只可以用240度 然後再加長時間 結果我用了大概3分30秒左右 焗到這個效果 如果大家家的焗爐未必去到250度 說正那句 加用式焗爐也未必有這麼高的溫度 所以就嘗試下一條到最高的溫度 然後把時間調較長一點 大家都可能會做到這個效果 我再說一次給大家聽 就是我用了240度的溫度 用的時間焗了3分30秒左右 就完成了我手上的這個效果 當然現在當然要事不宜遲 試吃一下這個巧克力是什麼味道 在試這個焗爐之前 當然要先試原味 看看大家的分別在哪裡 由於這個時間的關係 我手上已經有一包的原味是沒焗過的 現在先試給大家看看 先試一下 好 為了測試效果我真的要試半條 好 那呢 這邊看到裡面是這樣的 不知道大家看不見到 裡面是 有一層 有一層的不知道什麼 是這樣的 是這樣的 好 現在呢 試吃給大家看看 這個原味呢 其實吃下去是 跟這個 白朱古力 真的沒什麼分別 真的沒什麼分別 再試一次 對呀 真的跟白朱古力 真的沒什麼分別 好 好 現在呢 就試了這個 焗了的 版本了 底部有點洞 算了不要緊 好 好 其實它是沒有了白朱的味道 但是就變了這個 燒糖味 但其實不是想像中那麼甜 我反而覺得 原味沒有焗過 版本是更加甜的 我覺得這個OK的 對呀 本身它裡面是脆的 現在焗了外面 都是脆的關係 所以其實是有兩個 不同脆的口感 其實這個朱古力 超好玩 還有呢 希望大家 買一包 去嘗試一下 但同樣最重要 如果家裡真的沒有250度的高溫 就真的希望大家嘗試一下 用我的方法去做 好啦 今次的分享 就是這麼多了 我呢 當然只有吃完我這一堆的 朱古力 Bye Bye 當然要記得 checkout我的facebook page 還有instagram 還有記得要訂閱我的youtube channel 如果你喜歡這個教學 記得要給like 還有share給你的朋友收看